这是法医齐铭你见到过了吗 见了他本人 对 你就对他这个点评 我第一次见齐铭老师的时候 因为我想象中他特严肃 但是他本人就是一点都不是 他写的那种感觉 本人非常的亲切 然后话特别多 但是我觉得他话多是 他提到这份职业的时候 非常热爱 而且他当时说的话 我还挺感动的 就是说法医是在替那些 不能说话的人 就替他们去说话 替死者言 对 替死者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让我感觉干了一件 特别有力量 特别有温度的事情 而且他也说 他是为了想更多的年轻人 热爱上这个职业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 受到了鼓励 就是那种感觉 他从他的嘴里 说不说过我的事 或者你知不知道 我和他两个什么关系 没有 我认识师生关系 是吗 是没有关系 所以他的很多东西 我比他还过分 你比他还过分 对 所以你这一段时间 可能会看到一个 比他还活蹦乱跳的一个人 期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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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比他话还多 是不是 对 今天有几个 可能有八个人 他们投了很多简历过来 然后经过沉沉的筛查 就只剩下八个今天要面试 他们有两个面试 你们也需要把把关 看一看他怎么样 刚周老师就问我 你选法医生标准 我是要 要颜值高的 要漂亮的 要帅的 那五个三个学校 他 我刚才都说了 他说不行 当然我后面有个诞试 老师肯定是开玩笑的 其实不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说 这个可能是 一般大众可能会这样的 我们这个专业性很强 从这个职业道德上来说 我们可能需要这个人是要 真 因为这个不能来不得假的 还有一个就是 心地要善良 就是我们真善美 他是一个要有爱心的人 他会理解这个事情